那么为了更进一步强化大家对成长股逻辑上的理解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特征 销售额节节攀升是第一标准 实际上我更想强调的是经营利润 阶梯式上行 跟销售额节节攀升比匹配起来 大家去验证亚马逊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第二一点之所以能够做到 一定是有非常优异和卓越的管理层管理团队 这个研究管理团队这个道理就多了 但是今天的这个课程的荣耀肯定是不能给大家多讲 以后会讲 注重研发并且能开创第二条增长曲线 就是克里斯腾森说的颠覆者的窘境 创新者的窘境 这本书里面要讲一个企业还要继续基业长青 一定要有第二增长曲线 一定要有跟过去生产不同 并且更高端的产品或者是服务 高于行业的水平的销售团队 这个必须的 因为你要把产品和服务变成钱 你必须有很好的销售团队 最后一条也最重要 就是持续的维持高净利率水平 为什么 就是你的增长曲线应该是变得越来越赚钱 否则的话 你说我也搞增长曲线啊 我一个钢铁企业 后来变去搞房地产了 我一个做醋的 我后来变去搞旅游了 但是你高利润水平你维持不了 你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成长股 这几条大家要刻在心里 如果你想在股票投资上取得巨额的财富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几条深深的刻在 明刻在你自己的心里 如果你听了这堂课 你听到这 你就把这张图截下来 每天就放在你的桌面上当桌面用 我觉得对您的投资一定是有帮助的